明哥, 這麼多材料 這不是要做我們廣式傳統的 金腿五人月餅嗎 沒錯, 芝麻人 是, 核桃人 藍人 杏仁 杏仁 瓜子仁 但那裡還多了杏仁 對, 我們多加一種杏仁 人多好辦事 這就是巴默木 是 現在很流行的一種杏仁 是, 吃小食 對 沒錯 這種食物很健康 而且不便宜 這就是金腿五人月餅 對, 其實我們吃五人月餅 含有很多果仁, 很多天果 所以吃五人很健康 所以人家說會吃月餅的人 一定會吃五人 厲害 我比較幸運 跟了羅勳師傅十幾年 是 而且一直都很幸運 可以把月餅的整套工序 從頭到尾做下來 可以學到這門手 明哥, 我甚麼都不懂做 只懂得吃 不如這樣吧 叫廠長過來幫忙一起搓, 好嗎 好… 這麼難談, 多叫人 沒錯… 是, 廠長 你好… 我們現在來準備手工 搓這個五人毯 這個火腿 我們經過三小時的慢火燉煮過後 才用來煮的 很香… 還要倒一盆冰火進去 是的… 冰肉是五人月餅裡的靈魂 靈魂 對 我先給我海哥來兩下 好 重溫一下當年月餅的感覺 我幫你拿回去 甚麼… 這裡是你們廠的一個秘方 是嗎 是… 裡面有各種配料 有酒, 有豉油, 有鹽味 其實好的餅 需要好的材料 對, 再用心血做就可以了 這裡可以做到多少盒 這裡吧, 大概50盒 50盒? 對 拌完一樣, 到現在加油吧 是, 先加尾油 尾油, 純正花生油 拌餡料, 我們用人手拌 人手拌? 是 但是打餅是用機器去食物 傳統的手拌, 我們肯定要先剪好餡 是 剪好餡就剪皮 是 接著就要包 包好之後就用這個樣子來打 餡料一般來說 一個五人魚餅的餡料有多重? 我們五人魚餅的餡料 165克的餡料是123克的餡料 45克的皮 分好餡料, 分好餡料後 然後我們將皮筋扁一點 好, 硬壓它 硬壓它 然後走上去, 手工包 不是 好 包著這個皮 一個壓皮, 一個包 哇, 皮很薄 皮薄餡, 漂亮就是這樣 師傅教的東西, 我們不敢忘記 所以包著它, 手指… 對, 先收進去 然後我們把它捏起來 捏的時候很重要 對, 收口是均勻 這些皮是否均勻, 厚薄 如果太厚, 看上去餡料會很厚 我們正式包好餡料 稍微放進去 好, 好 我們稍微放進去 好, 這個很重要 放進去 是 好, 好, 這樣我們… 好了嗎? 好 五人肉丸打出來了, 來 五人肉丸 我們現在基本上 人手拌餡料之後 用機器的食材 是 既保持傳統的技藝 亦保持風味 之後拿去烘爐 大概十二、三分鐘後 拿出來掃蛋 是 掃蛋後再烘15分鐘 掃蛋後再烘15分鐘